在這邊小鳥吃的啊 旁邊你看都變巨石了 留給牠吃 牠吃剩下在我吃 細心種好綠葉蔬菜大方分享 天然到大家都來嘗嘗看 把這個蛋打掉然後把它打散 菌膜就是光合菌 10天以後它就會曬成這樣紅通通的 它是有機肥料 可以焦花焦素 可以讓土壤肥沃 我們是農會的小組長 我們就盡量避免去種那些白菜啊 條根菜那一類的 因為牠真的是會招引蝴蝶來下蛋 蝴蝶牠不過來 所以牠絕對不長蟲 我媽媽是種菜的 耳濡目染我自己本身有興趣 就好好能夠用在這一塊 我們的療育花園上 志工哥哥拿出專長背景 天天來照顧花草 過去這是福音科大的垃圾場 一千多個日子 牠翻轉成令人驚艷的後花園 從我們剛開始的垃圾場 到最後我們真的就用耕源來解釋 牠就像我們的孩子 一天一天長大 那種心情是療癒 要說到我也感到 幫長輩找到一個舞台 讓他能夠延續他原來的能力 去做貢獻跟服務 去實踐什麼叫做高齡創架 一個最好的示範 退休後樂當志工 為大地裝點色彩 銀髮人生也充實精彩 大家新聞 吳亦軒 蕭鴻樹高雄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